大家好,欢迎收看评定天下第二次视播 这是我在明镜上主持的另外一档节目 那么已经播了有将近十天的 叫世界的中国 那一档呢 主要的立足点在于集成世界各地知名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 我们进行重点的点评和分析 那么这一档平定天下 我的初衷呢 主要是利用周末的时间 把世界各地的时事进行梳理 或者说把主流媒体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容易疏忽掉的 或者刻意遗漏掉的一些有趣的细节和脉络 再进行梳理 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感受 那么这个平定天下的形式就比较灵活 不像世界的中国 那个是严丝和缝 非常的严谨 我们这个节目呢 平定天下就会侧重于一些历史和文化含量 力争做到有料有趣 那么 至于这个节目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说实话 我并没有一个一定之规 当初我跟何平老板讨论的时候 我当时还想干脆就把这个节目做成啊 叫点点今天式的普通话版 大家如果要看湖南话版接着看何老板的 如果要看这个普通话版可以看我的 但到后来呢 我看到观众对我的普通话也不是特别满意 所以我这个阴谋啊就落空了 再说当时我说做成点点今天是普通话版的时候啊 何老板只笑不说话啊 也让我心生疑虑 算了 我还是叫这个平定天下算了 首先啊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习主席您到底在哪里 据人民记报的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印度和尼泊尔的访问 已经于周六时间10月13号晚回到北京 离我们录节目啊 也只有几个小时的差别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 对习主席 对印度 以及尼泊尔的访问 做一些最新的跟踪和分析 我相信大家在一般的媒体上 尤其是人民记报 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这些党媒上 对于一般性的报道 都已经能够及时收到 比如说啊 这个习主席在结束印度访问的时候 提出叫龙象可以共舞 意味着就是中国和印度 可以和平共处 大家一起跳舞 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结束尼泊尔的访问呢 那么也是这种高大上的 欢天喜地的 土脂抹粉的报道 大家都看了很多 那么我在第一时间 也需跟踪了 印度以及尼泊尔本地的报纸 和媒体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问 做了哪些分析和陈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印度快报 他对习近平访问的分析 印度快报这篇文章啊 还是说有很多的干货 它的重点在于评论 习近平在离开印度以后 去尼泊尔都谈了什么 对中印关系 以及印度和尼泊尔的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们在别的媒体上很难看到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可以 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线索 那就是 习近平访问尼泊尔的时间 也正发生在 尼泊尔和印度 关系非常微妙的时候 因为在历史上 印度和尼泊尔的关系 远远流长 因为宗教地域的原因 他们的互动时间 密度 以及活跃度 远远比中国和他们之中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 那么这个时候 印度 对习近平访问尼泊尔是怎么看呢 首先这个时间的敏感性在于 尼泊尔 最近刚刚修改了他们的宪法 但这个宪法啊 修改的时候 没有跟印度打招呼 没有得到印度的首肯 当然不熟悉南亚情况的观众 可能会说 这听着奇怪呀 凭什么尼泊尔修改一个宪法 需要印度同意呢 那如果我举个例子 你可能就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如果是我们的血肉兄弟 朝鲜 北韩 他们悍然修改了宪法 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北京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川普来了北韩 他俩聊的挺热闹 那你说北京心里看的是什么滋味呢 另外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他新修改的宪法 主要是对境内的印度裔的人士 可能有些观念上 大家普遍认为 有些歧视 或者说不够公平 这是印度对这一点 比较敏感的原因 另外一个呢 说白了 还是钱钱钱 就是中国一直在力推的 老大的标志性项目 一带一路 在整个南亚推进并不顺利 主要的障碍在于印度 印度不同意的原因 一个是到底谁在南亚大陆说了算 是吧 和中国必有一争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在这个项目里边 巴基斯坦已经参与的如火如荼了 中巴究竟走廊 已经在进行之中 也被中方称之为标志性的项目 四处吹嘘 四处作为样板 这一点已经让印度不爽了 那么习近平和中国正在力推的 另外一个标志性项目 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中尼经济走廊 当然它有一个更官方的说法 叫喜马拉雅互联互通项目 这个项目的标志性的一个东西之一 就是要从中国的拉萨 修一条高速铁路 直通尼巴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在这之后呢 还不停 会一直修到兰皮尼这个城市 更让印度和其他国家难以容忍的是 这条铁路的标准 按照尼巴尔的要求 是采用中国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其他国家难以染指 这条铁路啊 就像一把利剑 把中国的国家里 直接捅到了南亚次大陆 可以说在印度的家门口 开了一块中国的自留地 对尼巴尔来说也是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尼巴尔三面都被印度包围 他的国家命运 他的国际民生 全部都要看印度的脸色 那通过和中国合作修建这条铁路 他们终于有了第二个选择 那就是中国 那么对这样一个项目啊 各界的疑虑是很大的 也包括啊 这个项目的最热衷的参与者 就中方和尼巴尔 他的担心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就是这个项目啊 实在是太贵了 贵到什么程度 总造价27亿美金 目前在媒体上报道 还根本就看不到 中方和尼巴尔各自 突多少钱 这方面的报道 那么作为这么大的造价 尼巴尔作为这样一个 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 他肯定是出不起多少钱了 但如果出不起钱 这个就由中方来出资 建成以后 将来 尼巴尔能不能还得起这笔钱 还不上以后怎么办 这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有个词叫债务陷阱 陷阱吧 这也是世界各地 尤其是欧美一些国家 用来诋毁 或者说用来攻击 这个一带一路的理由 那就是中方有意 把这种项目 作为一个债务陷阱来输出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比如在塞兰卡 著名的汉班托塔港 就是因为和中方合作以后 塞兰卡方面还不上这个贷款 2017年已经被中方收归水用 就这个港口啊 归中方了 那么在南亚次大陆 很多的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 如果这些港口 或者说重要的节点 都因为债务原因 还不上 给了中方 那么对很多国家的战略安全 会造成很多的威胁 至少他们的视角是这样 那么 在习近平访问印度 以及 此前进行一系列的外交谈判当中 他们都试图 中方都试图 尽量让印度也加入到这个叫中尼经济走廊的建设里边来 就是和尼巴尔的项目啊 最好印度也能参合一下 这样显得大家都有份 确保不要有排他性 也取得印度的支持 但是印度啊 没有做出任何积极参与的这个表态 包括这一次没有看到任何的 包括印度的报道 还有中方的报道 提及印度对这个中国尼巴尔经济走廊 项目的参与程度 那么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些考量以外 这个中尼经济走廊 特别是这条铁路线 从中国的拉萨过加拿门都 一直到兰皮尼 他还有些其他的考量没有 那我们就看看这条线的终点站 这个兰皮尼 兰皮尼啊 是佛陀 释迦摩尼的诞生地 所以他在整个南亚大陆的 在宗教文化上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印度和尼巴尔还就 佛陀到底是出生在尼巴尔的兰皮尼和印度 双方还争执了很长时间 不过现在国际的考古界和宗教界 普遍认为 尼巴尔的兰皮尼 就是佛陀的出生地 那么现在今天是周末 我们给大家回溯一下 这段有趣的故事 那就是相传 佛陀的母亲摩赫夫人 他嫁给印度的一个王叫靖范王 结婚以后20年没有生育 突然有一天 摩赫夫人梦见一头白象 进入他的左肋 于是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在怀孕10个月以后 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 摩赫夫人必须回家待产 那么在回家的路上 他路过了这个尼巴尔的兰皮尼园 在一个花园里面 他看到很多枝繁叶茂的树木 他在底下休息的时候 一边休息 一边用手拔弄这些树枝 就在这个时候 释迦摩尼从他的右肋内出生了 从他的右下侧的内部出生 所以这个传说中的圣池 也就是在地上冒出来两股清泉 一冷一热 摩赫夫人就用这个清泉洗涤 那么出生以后的释迦摩尼 也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他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各走了七步 然后左手指天 右手指地宣称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当然这是印度佛教里面 对佛陀出生 最为大家接受的 最经典的 最正统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位王子出生以后 就是后来的 乔达摩西达多 到后来成为了佛陀 那么中国把铁路一直修到佛陀的诞生地 这个事情恐怕对印度 以及尼泊尔的广大宗教信众 在心里也会产生极大的震撼 这种软实力的影响此消彼长 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也不可小瞧 另外我们从现在世界上佛教人口的分布 也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趋势 那就是虽然佛教发源于印度 但是由于多种原因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 中间经历了几个断层 现在已经不再是印度的最主要的宗教 排名比较靠前的宗教 在印度是印度教占84.1% 人口总数里面84.1% 伊斯兰教占9.8% 基督教占2.3% 希克教1.7% 佛教只占0.74% 就是绝对人数大概是800万人左右 所以佛教在印度已经是示威了 但是在中国 佛教发源于印度 但发扬光大在中国 目前中国的佛教徒 在侧的大概就将近两亿人 所以中国的这个宗教势力 以及在社会生活 政治各方面面的这个影响 是中国政府非常非常重视的 统战部里面还有宗教局 就有专门的人手 全天候盯着各种宗教 包括佛教徒在内的 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思想状态 他也逐渐成为 在国际软实力竞争当中的 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如果中方把铁路 一直修到了 释迦摩尼的诞生地 那么在宗教软实力的影响上 他在利用自己庞大的佛教人口 就可能使中国印度 以及泥巴尔之间的这个关系 产生一些影响 这可能也是印度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宗教的因素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各方媒体 在最近的报道当中 所没有提及的 这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很明确的例子 那就是在这次习近平访问 尼巴尔之前 尼巴尔已经主动逮捕了 二十多名宗教分子 我估计主要是来自西藏的流亡者 他们想在习近平到访尼巴尔的时候 搞出一些动作和声音 为流落在外的藏民 特别是一些藏传佛教的信徒 他们的境遇做一些呼吁 那尼巴尔都采取了断然措施 来逃取习近平的欢心 所以在如果中国和尼巴尔的经济合作 进一步加大力度 中尼进去总装最终成形 甚至发扬光大 那么在宗教精神这些领域 尼巴尔肯定也会更大幅度的 去迎合中方的需要 那么这些因素都是整个南亚大陆 在国家软实力之间的竞争 呈现一个模糊不清 很难判断你的态势 这绝对是我们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 那么利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 我们回答观众的提问 同时我们也希望观众在推特 或者是在YouTube的留言里 尽量的多提问 甚至是发出你们的质问都没有问题 我非常的欢迎 比如说有一位观众就留言 哎呀这个明镜的新主持人啊 反共的色彩很强烈 我可以很明确的 很负责任的告诉这位网友 以及其他比较担心的朋友 那就是我不反共 原因只有一条 没有经费 那么我对习近平主席 这次在印度和尼泊尔访问之后 他的有些号召 我是非常支持的 比如说他说中国和印度之间 必须加强彼此间的了解 增强互动 这我是绝对赞同的 因为什么呢 中国和印度都是超过 人口超过十亿以上的大国 两国的人口加起来 将近世界的五分之一 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处理好了 整个世界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一半 所以我们看印度绝对不能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邻近的大国 简简单单的来看 而是要从整个世界的一个 往前怎么走 走向什么方向 这样一个高度来理解 那么说起印度 我为什么要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倡议 那就是因为对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 以及社会大众来说 很长时间以来 说起外部世界就是欧美世界 说起华盛顿纽约 到欧洲的巴黎 文敦 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请问 如果我们不查百度 不查谷歌 让你一口说出来 五个印度的最大城市 有几位能说得出来呢 坦率地讲 如果不查词典 我能说出五个 但也就是五个 说不到第六个 那么我们对印度 一定要加强知识上的了解 那么印度对中国的文化 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方面我推荐大家 去喜马拉雅 听复旦大学 钱文忠教授的佛教十三经的讲座 我通过他的讲座 了解了很多 关于印度对中国文化影响的 这些精彩章节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中文里边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大部分词是来自 印度佛教 比如说我们说一刹那 刹那这个词就是来自佛经 它是印度的一个时间观念 还有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也是佛教里面的用词 这种例子太多了 我都不打算在节目里跟大家一一列举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吧 孙悟空 无称的孙悟空 他的原形就在印度 古印度有两部著名的史诗 一部叫摩河普罗多 另外一部就叫罗摩颜娜 罗摩是印度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英雄 相传是皮士奴下凡 罗摩颜娜整部史诗 浩瀚凡常 其中的第四章 他的名字就叫做猴王国书 猴子爱猴王国书 他描写的是罗摩在寻找他心爱的妻子 西多的过程中遇到了猴王国的国王 这位国王呢 他派遣神侯哈努曼 帮助罗摩夺回自己的妻子 这个神侯哈努曼呢 在他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 有勇有谋 而且还有神通 比如说他一跃就能跃过印度洋 这让大家想起什么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另外哈努曼还非常的顽皮 他在执行解救王妃任务的过程当中 他还兴之所自 就把魔王所在的都城 搞了个天翻地覆 当然最后还是被 魔王给抓住了 但是在他的神通里面 他仍然想尽了千方百计 成功的逃脱 这让我们想起什么 当然就是大闹天宫 所以在整个的 吴承恩的这个西游记里面 这是中国的历史上文学上 第一次出现了猴子崇拜 根据文学界的目前比较靠谱的一些考证 孙悟空的原型 就是印度史诗罗摩耶娜里面的哈努曼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 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和历史的互动 肯定是明目凡多 不能一一列举 我们也希望真正有水平 有高度的网友给我们指出 那么中国对印度在古代历史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我们只看到了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当然有一条是肯定了 整个的印度的佛教里面 只有一部经是中国僧人 所亲自手写的经 也成为世界佛教文化里面的一部七书 那就是六祖谈经 好这些话题我们都留待将来 再跟大家分享 另外我最近开始做世界的中国和平定天下两档节目 坦率的说来 也是受佛经的一个感化和影响 当和平老板跟我谈的时候 我心里有所犹豫 以我的水平之浅 见识之短 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节目做好 但是当我读到《冷言经》的时候 其中有一句话叫做 谁众生心应所知量 寻意发现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万事万物都是个源 你不必要追求完美 你现在是理解到一个什么程度 你就给大家讲到什么程度 有源的自然来听 无源的怎么讲他都不会听 所以做这个节目 我的态度也是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自己做好节目 把自己对世界时事的观察 体悟 给大家交流 至于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 会有哪些反馈 这些都不是做节目的人 所能定得了的 我们把它交给原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